当地时间6月24日 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一栋12层住宅楼突然发生局部坍塌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的最新搜救情况显示 100多人获救但已确认至少3人死亡 搜救工作还在继续 有80多个消防和救援单位参与搜救 据当地媒体报道 现场至少发生了一场火灾 这使搜救工作进展缓慢 当局介绍说 这栋建于1981年的建筑 处于需要修缮的状态 最近一直在接受各种检查 但导致坍塌的具体原因仍不清楚